我今天要跟廣大的所有我们的订阅用户承认一件事情 对不起 一起道歉 1 2 3 对不起 啊啊 痛 喂 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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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痛啊 我是人来的这么不痛 诶 你们好像不知道我们是人来的是吗 不知道 你们打我们我们会痛的 有感觉的 你们讲我你们骂我我们有感觉的 我们不是一个虚拟人物来的 你们懂吗 我们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你们看到的不是幻象 这才是幻象 专业帅哥操作请勿模仿 我们真的存在的 你们这样说我们是OK的 很多网民讲什么 批评我们的长相 讲我长到像青春武 你们要讲我像王力宏可以 你们觉得像OK咯我多别咯 这样很多人讲他像李佩玲 这样你们要尊重他的感受吗 是李佩玲像他吗 他老顾李佩玲吗 你们讲我们影片很难看啊 都不要紧的你们 重点是你们不可以无中生有吗 昨天啊就一个网友 这个人就写 Aintera Jack90 根本就是赔税的圆娇妹 还拍YouTube自台身价说什么 台湾富商开价98万 简直就是烂逼一个 他的男朋友应该也是龟公投来的 拍视频拉生意 什么是烂比 烂比就是cheap bitch 哦 你这个死cheap scared very very cheap Aintera Jack90就是他的social media account 你们可以去follow 我们没有帮你们打广告 他就写他是圆娇妹 他还讲我是一个OKT 他还写在这个post上面写什么 IC给买你 不要说找不到我 真的 放在床上的IC都拍了 post上去 其实就在前几天 就有一个人一直不断的骚扰他的social media account 讲他赔税 然后点进去看才知道是他的 我在点进去看他的instagram 吓到我很多嘛 600多个follower 我家的狗有6000多个耶 请大家帮我们follow 没有 不要打广告可以吗 The Husky Panda 2018 这个是他的instagram account 我们没有讲 你要红是吗 sorry哦 做不到给你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很生气 最生气是什么 第一个 你犯法了你不懂 第二个 你破坏了性吗 之间 两岸的和谐关系 新加坡网民挑衅大麻司法 经过我们呢 这个人脉呢 这样问一下呢 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督察的朋友 谢谢这位朋友呢 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助我们 所以呢 对 我们已经报案了 触及到这个刑事法令的 他会面对到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 他进到来JB 到KL 只要他进malaysia 他就要去 下刹蛋 下刹蛋就是 investigate 你都把IC post到这样大个给我们看了嘛 对嘛 你在挑战的不是我们 那是我们malaysia的法律 因为我们真的是受到了很多的人身威胁 路上有人指指点点讲 他是坐机的 我是OKT 然后很多inbox进来 我觉得我很危险 你给我太多困扰了 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个独裁有讲 这个国际刑警是可以去拉他的 我跟你讲 我们换了新政府了 政府是有做工的 警察是会去做工 所以各位朋友 你们看到这边 不要停歇 马上按一个share的button 因为为什么 新加坡网友 当我们的警察没有做工的 乱乱写 IC放大的个给你 哇 对 因为你放了一张IC 弄到我的report更顺利 是 完全就没问题 所以以后啊 你不可以来这里吃洛洛 你不可以来这里 摇一面摇一面打油 哈哈哈 如果你要来 你的全部朋友 会跟你去警察局 做一个几个中仙 非常欢迎你来 然后分享你这个经历 可是在这里 我有几样事情 一定要讲清楚的 你讲我是OKT 你讲他是做机的 高级机 你懂我们答应过 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什么吗 我们讲过了 如果赚钱 我们要分给大家 要让大家呢 七薪水 可是 你突然这样一讲话 你懂我整个员工 都不相信我了嘛 我们现在去看 讲你们最近工作表现好不好 有做这些广告业配有什么问题吗 老板你最近都赚很大 蛤赚很大 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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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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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说 各位不许 meer工 我们曾经也修建了 赚多钱 我要 你看你网多少钱 你妈的谁 谁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 意思在就是 你今天出来赞助 你今天做videos 也好 做youtuber也好 做网红都好 你就要准备给人家骂 给人家讲 给人家写 给人家讨厌 对 有喜欢你的人就会有讨厌你的人 你真的有个证据讲我是原家妹的话 这样请你show给我看 可是今天不代表你侮辱我了 然后你讲的东西不属实 然后我还要静静不出瞎 然后出去别人就会误会讲 哦他真的做赔税了 诶我跟你讲他做赔税了 对 我那天就看到有个女孩子就这样子写哦 今天你站出来的话 这样你就要给人家讲 这样难道女人穿短裙就要被强奸就是活该吗 这样你和那些极端分子有差别吗 就是这样 可是今天我站出来我做别人 我们的video很纯粹都是在于我们两个人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讲我是赔税了这个东西 虽然讲这个东西可能给你们没有多大的影响 对我的人生是有影响 等一下我今天一定要跟网友坦白 什么啊 我今天一定要问你自己承认你在新加坡有没有服务过人家 有吗 有 有吗 我今天要跟广大的所有我们的订阅用户承认这件事情 对不起一起道歉 1 2 3 对不起 我女朋友的确有在新加坡服务过人家 而且她服务 没错耶我没有在新加坡 我在全世界 为什么你在全世界服务人家 因为我中个空姐啊 没错 她曾经是新航的空姐 是另外一种的服务 很多人讲 在一开始你们不要做这个video 我们在video里面 阿Jeff也有强调这个东西 因为不要有女生被骗 不要send到你们的 不要性感的照片给别人 如果当有人问到你们的时候 我现在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件 就是在韩国 这个女孩子 她真的就是收到这样子的电话 然后这个人跟她讲 你只需要来 然后我给你多少钱 结果这个女孩子去 然后灭了这个人呢 结果呢 给她打 这个人是一个 serial killer 这个女孩子是在最后的几分钟 侥幸被警察救出来哦 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们跟你们讲这个东西 是要让你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这是我们video真正最大的 中文的意思 很多网友呢 一定会很好奇 对不对 就是有很多网友都有站出来 挺我们 然后呢 就有发信息 对 然后也很谢谢你们就是去 inbox他们 对 inbox他们 然后再把全部的screenshot 再send回给我 我基本上已经收到差不多千多封 真的很多 在instagram 所以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这段时间 对我们两个人的鼓励 然后虽然我们没办法 一一回复大家 可是我们都有收到 这个世界上哦 他们也就会叫什么 谣言 指于智者 可是我发现到这个世界的智者 实在太少了 你们要弄清楚什么叫侵权 不要跟我讲 那个viral charm的东西 是我们错了 你懂吗 这个女朋友 我的 那只狗 我的 这个钱 我的 这个篮球场 我的 如果你拿掉我任何一样东西 再没有我的同一只 这叫做侵权 所以为了平衡 你们公开了这个东西 你们是不是要公开道歉 整件事情也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这样至少这个小女子会心情好一点 我们还是恳求 viral charm可以私底下 跟我们用一个很平静的方式 去沟通 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不好 让这个事情可以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我们希望呢 给大众一个完美 perfect的交代 所以呢 言论自由不代表 恶意中赏自由 所以从今以后你还是要讲我像金城武 我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see you guys goodbye 我为你 世界上 什么容 最美 容嬷嬷 错 是 你的笑容 床领了 走开啦 哈哈哈哈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yuhuuu 两个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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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还是要开着 好你不要靠我开着ok 这样我这个裙要开着吗 好不要啊不要 你有帮过哪一只拉裙挂 还没有 我想拍一个创意一点的 可以来 可以吗我跪下来这样 哈哈哈哈 帮他一点点 对对对 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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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搞点在腰部外面ok 他没有腰 啊啊啊啊 这是5G吗 哈哈 哈哈哈哈 抓 你不是给你抓啊